今天上席高中举行毕业典礼 其中高三毕业生林一婷获颁总统教育奖 并由总统教育奖委员黄乃辉授奖 林一婷希望借由自身经历传递善意 带着微笑面对所有困难 高一起参与纪录片拍摄 林家小院获得2023新北市学生影像新兴奖 及新北精神奖 总指新兴奖 神脑原香踏查纪录片最佳观点奖 就没想到就是能得到总统教育奖 我自己其实也没有想到 因为我感觉我一直是觉得自己是 就是努力了可能没有比别人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说我已经尽我所有的努力 但是我发现就是总统教育奖 每一个人都很厉害 就是能入选的都很厉害 然后没想到可以融合这么就是有意义的讲 然后很感谢一直以来就是老师他们的就是教导 然后跟家里人的包容 林一婷表示 想成为一名生态纪录片导演 为生态发声 推广环境议题 并想走向国际影展 为台湾努力 也希望返乡服务为家乡发声 目前已透过特殊选材管道 录取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学系 阿公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在总统教育奖准备就是委员来到校的期间 阿公在委员来的几天前过世了 然后我觉得阿公算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 然后很谢谢他就是把我养大 然后才让我有今天的成就 然后让我就是拥有良好的品德 林一婷同学他透过了影片拍摄 然后以及他的感人故事获得了总统教育奖这样的殊荣 那我们这个黄乃辉黄先生特别代表总统 来到我们现场然后给这个一婷颁奖 非常感谢 那我们也期待这样子感人的故事 能够激励更多我们同学 即便在困境当中一样要刻苦向上 双西高中校长表示 林一婷面对家庭功能不章及家中不断的变故 仍然以正向态度接受各种挑战 高二学习纪录片制作的经历 在其新北市诸多比赛中屡获家鸡 又以作品风在吹起时 入围2024柏林环境纪录片 其突出表现出类拔萃 足为七年学子的典范 介绍为双西采访报道